而气候变迁 极端气候也影响到了有着一体黄金称号的橄榄油的价格 在去年度呢 因为受到这个干旱跟极端热浪的关系 导致全球橄榄油的价格都是直线上升的 去年呢 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点 而今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 欧盟整个地区平均的涨价幅度是落在50% 如果我们以国家来区分的话呢 葡萄牙的涨幅是最高的 有将近七成 其次是希腊 大约是67% 这些都是在这个地中海地区需求量比较大的国家 至于全球最大的橄榄油生产国西班牙呢 一样是有大约6成2的这个涨幅 而整个欧盟最低的地方呢 是在罗马尼亚 但是一样呢 是有大约13%的这个增幅 但今年的状况恐怕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因为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橄榄油的联盟 他们就预估了 今年橄榄油的原料收成呢 将会增加到75.5万吨 跟去年这个历史新低的状况相比是有不小幅度的增长 去年大约是66.4万吨 但是呢 其实还是低于平均的水平的 所以今年呢 恐怕这个价格呢 还是会继续的往上扬 这个价格波动的情况 短时间内很难被改善 不过我们讲到极端气候也可能会导致缺水 那缺水的话 酒到底该怎么酿呢 所以美国有预备到这个情况 有地方政府就尝试用回收的污水来酿酒 发现效果其实还不错 明明是冬天 湖面却没有结冰 还能钓鱼 在刚过的这个冬季 美国海洋纪大气总数证实 是美国近130年来最温暖 本土48周 也就是不包含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平均气温来到摄氏3.1度 以过去平均高了3度 专家指出这次暖冬 主要是气候变迁 又遇上声音现象推波助澜 除了重创五大湖的降雪量 加剧中西部干旱的情况 也影响植物作息 全美第四大枫糖浆产地 威斯康星州 今年采收季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枫糖浆的采收一般发生在冬末初春 也就是当气温回升 丰树储存的淀粉会转换成糖分与植乙融合 这时只要在树干上开孔 甜甜的透明液体就会流出 然而今年春季提早报道 就连经验老到的农民也错过了第一批采收 损失了约四分之一的收成 产量降低 最值间的冲击就是价格 橄榄油价格高涨下有高达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 减少购买特级出榨橄榄油 还有近一半的消费者改以更便宜的玉米 葵花籽等种子油替代 目前意大利超市一瓶橄榄油的平均价格 已从四欧元涨到九欧元 主要就是因为全球最大生产国西班牙 连两年受干旱重创 推升全球售价 但不知南部 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也严重缺水 已有数百万人进入紧急劫水 周日巴塞隆纳的天主教徒 举行宗教仪式 祈求早日降雨 反观以阳光普照文明的杜拜 周六却罕见降下大雨 六个小时雨量累积50毫米 看似不多 却已达平均年雨量的一半 造成大范围的淹水 陆地 空中交通通通被打乱 而美东地区也在周末 遭春季风暴席卷 包含缅英州 麻州和纽约 都出现淹水灾情 南卡的查尔斯顿还降下92.2毫米雨量 打破单日最高纪录 全球汉捞布军现象日益加剧 在北卡罗来纳州当地最大水利公司 开始思考污水再利用的可能性 先从酿造啤酒开始试验 这些污水来自住宅大楼 会先经过多阶段处理 并且额外测试150种污染物 才拿来酿造啤酒 虽然并非人人都能接受 但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还在下当地啤酒节盲测缓节大奖 喝下回收水 乍停之下有点吓人 但随着水资源日益稀缺 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将放行 TVA新闻总和报道 再来关心是欧洲的房屋市场 是不是要进入寒冬了 进入一个下跌循环呢 房子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呢 其实这跟财经界的一个震撼 但有关系 就是一个知名的国际的地产集团 SIGNA 他们在日前是正式宣告破产了 债务的规模有达到台币1700多亿 开始在抛售很多他们手中持有的这些物件 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 当然也跟利率是有关系的 毕竟利率会直接影响到呢 这个房贷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来追踪一下 就是在欧盟过去15年来 他们的一些相关政策 早在2010年 他们开始采取所谓的量化宽松 而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过后 他们想要开始刺激经济刺激市场 注入多一点的活水 到后来呢 变成所谓的负利率时代 这就导致大量的热情 全部涌到了房市里面 让这个境内的房价涨了47% 那快转到2022年 沃尔战争开始爆发了 所以欧盟面临到双位数的通膨 央行的升息在2023 一度是来到了4%的高峰 所以直接影响到这个欧元区的房价 像是呢年减了1.7% 但最糟的是西班牙 因为他们采取的是浮动利率 所以曝显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 在观望买房的人就会出手买房吗 因为房价便宜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利率上升了之后呢 这个银行的贷款条件比较紧缩 通膨也吞噬掉可以支配的收入 导致在观望的人还是不敢去下手 而这间接就会导致说那租房子的人 其实状况也非常的糟糕 因为利率上升了 房东会想要把这些贷款的成本转嫁到 房客身上去 那潜在的购物族继续租房子 也会让这个租屋市场的需求继续居高不下 另外就是战争让建材成本增加 工艺链承受很大的压力 建商也会变得比较保守 而在台湾方面呢 其实租屋组呢 其实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呢租的房子是越来越贵了 我们来看到是这个台北市的房租统计就发现 现在呢一坪的平均单价是来到了1435元 而租金呢反而变得比较便宜 因为单价变高 他们只能租小一点的房子 所以越平均是来到了3.9万 那坪数也变小大概是25坪 那如果要在哪里租房子才可以租到 最这个物超所值的房子呢 来看到台北的万华是最便宜的 大概2.1万 其次是文山跟南港区分别是2.5万 跟3.3万元 不过很多这个本来租房子的年轻朋友 开始想要进场买房了 主要呢就是受到这个新清安房贷的助攻 像是有财经专家呢 他说他最近去这个餐厅吃饭 就听到旁边的年轻人在讨论买房 这个年轻人说呢 他买了一个大约总价5000多万的房子 投期款600万呢 是信贷还有爸妈给的 其他呢自己想办法去付 虽然宽限期其实呢不是很长 但他还是决定要买 也不怕负担很大 因为他研究之后呢 算了一下他认为呢 一年之后这个房子有机会 直接涨到7000多万 等于他现赚2000万 认为现在这个买房的时机 绝对是非常正确的 去年2023的房价涨幅比起五年前 2019涨超过八成以上的 有新竹县竹北新竹市和台南麻豆新化 专家认为这是科学园区外溢效应 其中涨最多的是新竹县竹北 去年第四季房价每平45.03元 五年涨幅高达百分之118.38 第二名是台南市麻豆 每平21.79元 涨百分之83.88 多小工程师虽然年轻 但口袋深是买房主力 财经达人王博达在脸书粉专分享 说吃饭时听到隔壁不到30岁年轻人 讨论朋友买房 逛新建案看着看着就买一户 600万投期款 好像是信贷加爸妈给 总价大概5000万 宽限期应该不多 但一年后应该会涨到7000万 他宽限期只有五年 如果超过五年之后 年轻人还没有增加自己的财源 或是收入状况 那可能会有房贷 负担较重的情形出现 新建案贷款助攻首购 根据联征中心统计 去年第四季青年房贷足建树 20到25岁有2253件 计增最高约28% 虽然总建树不是最多 但比购物主力40岁以上 增幅更大 新建案的贷款上前 只有1000万元 那超过1000万元的其他总价 需要由其他的贷款来支应 另外还不确定台积电 是否落脚在一线但附近地皮已经炒翻天 每瓶涨到35万元 有议员批评高房价会让青年返乡却步 买了也可能被套牢 你年轻人买得起吗 买不起啊 因为赚得不够多还不够努力 现在年轻人买不起 台积电又不会来又不确定 房价土地炒得那么高 对此加一线掌握张良说 台积电一奈米封装厂会在哪设厂 由台积电评估决定 加一线还是很有机会 但不接受任何炒作行为 县府会积极规划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营营 TVBS新闻中华报导